全台疫情嚴峻 金融市長林歐昌 每天除了召集市府相關單位 召開防疫會議 上下午各一場對外說明記者會 防疫第一線 親自到廟口視察人流管制措施 宣導全市大洗手 洗手守護台灣 短短數日 傳出金融市長林歐昌就報售8公斤 其實辛苦防疫的工作 其實最辛苦的是 醫護人員還有我們所有的防疫的同仁 那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國人還有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民眾 其實大家抗疫也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個人是不算什麼 那只是因為說這一陣子 真的是壓力比較大 然後這個常常晚上 跟我們的衛生局長 那還有包括跟我們 這個局管科的科長 跟副市長還有很多的市府的同仁 我們大概都要 這個每天要忙到一兩點的一個時間 那早上我們要輿情的一個匯報 那跟中央還有跟地方的所有的單位 機關來做協調 那採取新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就是希望能夠把基隆的防疫的防線把它守好 再三的強調 第一線醫護人員最辛苦 面對全台深山級警戒區 第一個週末 市長劉昌也在臉書上喊話 希望大家乖乖待在家裡 沒事別出門 我們是非常的擔心 因為北北基陶其實是一個生活圈 那我們並沒有封城 也沒有做人員的流動的強制的管制 所以簡單來講是這個防疫的戰線 是沒有一個城牆 能夠擋在那邊 唯有就是靠我們每個人把防疫的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為什麼在之前 市長要特別拜託大家 我們發起全市的洗手的運動 然後大家一起來守護基隆 守護台灣 面對雙北疫情嚴峻 每天確診人數攀升 臨近的基隆市壓力可說是不小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